有些房地产企业是借钱借到很尽 应收未收的帐都五六十亿 其中有些到期有些未到期 五六十亿 政府一直都说资金就不容许流入房地产市场 地产不要搞那么多 够住就行了 你还慢这么起 你借了钱就去增加产能供应一些现在社会不需要的东西 你做完我就要你承受违背国家政策的后果 什么后果 欢迎大家收看C对话的继续是C老板和葳葳的C老板欢迎你 大家好 上一集就说到中国是放水的 我想到一向内地的开发商 房地产开发商都面临资金很紧的情况 今次的放水对内地的房地产开发商是否一个大好消息呢 他们现在面对的困境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一部分你最熟悉的了 讲房地产 C老板麻烦你 你听到降准了 但你听了前面有两个字 那两个是什么字 全面降准 定向 定向降准 就是 他对某些人就降准 对某些人就未必降准 我自己 买楼就不行了 我自己相信有两份是不会贬益的 一份是房地产 另一份是某一些互联网企业 尤其一些假中国企业 那些企业在中国做生意的 的确是赚中国人的钱的 但是他们后面那些公司大股东 大部分都是一些西方的基金 就是远银 就是很多外国的基金所持续的 那这些基金其实在中国的平台上 赚了中国人的钱 就落日西方人的袋 有一些其实一开始就借了这些风投的钱 他现在赚了钱就大部分要来 还那些叫做优先股 那些prevent share那些得益的 好 现在再买的那些是未有得分子的 另外就是这些这样的公司 如果去了美国上市 其实是对中国不利的 就是被一群公司 美国握在手 什么时候又制裁你 什么时候又说不让你挂牌 中国会被动的 中国宁愿一早就不要去算数 另外也有些公司 一方面是外资占了大部分 另一方面 上市可能有泡沫的 有些公司赚又赚几千万 但是他的市值就去了几千亿 就是差不多他的pe变了一万倍 这些是泡沫极大的公司 一旦爆煲 譬如在美国爆煲 接着美国的投资者还要追究 追究去中国 或者要其他小投资者去赔赚 中国觉得这些公司 不是这么企业的 或者去到外国 可能有些数据会被外国拿了的 因为美国有法例 美国是可以拿你 除了一般的审计的报告 他可以拿很多其他经营上的数据 所以中国政府对有一类做数据 互联网这些公司 现在既不让他轻易出去上市 也不让他轻易摘资 所以你说钢准有没有益距 这些我相信现在都是整治的对象 未必会益距 另外房地产也是整治的对象 如果你有留意西方一直有窗 中国的房地产是有泡沫的 这方面中国政府也没有完全否认 中国政府一直都说资金不容许 流入房地产市场 要房地产市市 他们就是要他去杠杆 降产能 但是有一群房地产公司 是没有理到中央这样的态度的 中央是不想资金流入房地产 因为流入房地产对增加中国的 国力帮助不大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靠房地产 就可以变成一个富强的国家 反正中国宁愿资金就是流入 一些创新科技 实体经济里面 所以房地产都得不到定向降准的帮助 尤其有一些房地产企业是借钱 借到很尽力的 所以中央之前是有三条红线的 一个就是要踢除了预收的钱 他仍是要 就是那个资产负债率是不可以超过七成的 你收了钱回来 卖了房子 那些钱也不让你计算下去 因为就怕你每个项目卖一点 其实你卖一点也遮蓋不了你的 那些成本的 就是对房地产看得很紧的 另外短债 因为你要有现金 起码 现金和短债 起码要一与一笔 你有钱还短债 但是很多房地产公司 只是看自己 还金融市场的短债 他很多钱不稍资的 就是 建筑商的钱也不稍资 材料商的钱也不稍资 经纪佣又不稍资 其实也是等于拖着钱 现在他们拖得久 被人追收就用商业票据去顶着 然后有些发商业票据的公司 其实是他围买公司 接着就要你折扣 卖给他 那他们其实是处境相对困难的 就是以前去得太盡 以前买了 楼 建都没建出来 说将来 可以升了 那又再借多一些 所以 不让他 可以支 产负债率 去到100以上的那些 现在全部都要 踩回来 所以房地产公司现在是 周围撲水 去应付 中央提出来的 三条红线 那现在就真的 有一些公司 尤其借得多 勇猛的公司 是 处境是很危险的 因为资金链一断 就整间公司就崩溃了 那我自己看 有些 说法 就有几间地产 开发商已经大到不能倒 一倒 那整个金融市场 都会出事 那 我都认为 中央是不会让他倒的 但是中央会要他付出代价 我叫你去杠杠 你听不到吗 你还增加产能 我说地产不要搞那么多 够住就可以了 你还慢这么起 你借了钱 就去增加产能 供应一些现在社会不需要的东西 那 你做完 我就要你承受 不听我说 违背国家政策的后果 什么后果 什么后果 拆你骨 又要你 即 不是啊 那你要逼一下逼一下不够钱 就卖出来 叫你把那些资产卖出来 那你卖出来的时候 要你便宜些 你急用钱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便宜些卖 便宜些卖 他就 找些国企啊 那些逐件逐件来吃你 那吃下吃下你 对啊 债就解决了 那中央也不想说那些买了债的那些投资者 到时违约 造成损失 尤其是那些小的投资者 一些投资产品 他可能会救你的 就是 无端端救你 就是 银行已经收了指令 以新债去还购债 你唯一就是 卖楼卖得快 你本事 卖不得快 楼卖不了 土地储备 都要拿出来 那你拆完骨子之后 你有的东西就卖掉了 你 连股权啊 都卖了 你这家公司本来是靠债务 支持得很巨型 搞完之后 你就变了小小的 你就 噢 噢 一梦 就是买他 我不是老板 我想问一下我的投资者 就是买债和买他的楼 买楼不会烂地 因为有第二家截 对不对 买债也不会让他跌货 对不对 只不过老板有问题 会有一定的抵护 因为 就是抵护会有 抵护的风险 你买了他的债 你就等于是 付钱 中央说这个行业 不要发展那么多了 这个行业要降产能 你去支持他 其实 中央觉得你也不是很负社会责任 没有配合国家的需要 那你去投资 科技公司他可能支持你 但你投资这些 是觉得已经产能过成了 那你买了这些债 那你先让你害怕 现在不害怕吗 现在很多人都在害怕 害怕就要便宜 所以可能是100元变了 打个折你的意思 对不对 即是不会让他变了0 你不能等那么久 你害怕的 本来可能真的等到到期 他未必违约 但是在这一刻你害怕 你想早点走 那你可能 7折 6折 就要卖出去 那他必须付出代价 当然你说 我守到落尾 那就不要紧了 守到落尾 你就害怕的 那些不断地消息出来 所以有一批人都要付出代价 那如果你是在说 某些不听话的内房 其他的内房是安全的 是吗 在目前的情况 应该大部分都安全的 就是你不要借那么多 那些是想着 反正这钱这么便宜 晚些会贬值的 我就尽借了 那 借了又去 楼未卖未套现 又去加按照 那这些情况 他现在就是 要银行不再支持这些公司了 明白 所以这次他就要卖资产 卖资产之后卖完就所遇无几 我想问你 如果这类型的公司 拖欠你们的中介费 你会怎样 你又不能控告中央 是吗 不是 法庭也有得控告的 那他们 那没钱了 他不是没钱 他有资产 没有现金而已 那当然我们这些就 逼不了 我们就自己不是借 就是在财政上相对保守 我们的压力就不多 但是 都是会收不到钱的 现在他有些发展商是 勇就没有了 楼要不要啊 要 但是楼你要下来 他作价作跪了 那卖不出的楼 叫你要了 现在是有一些建筑商 都是收不到钱要收楼 收楼你不可以拿楼来出粮 那地盘工人你就给他一些楼 有些给他水 他就有 给他水 他在家里就有时间喝 也没喝光 OK 我记得很多年前你已经说 有开发商拿来做电台的时候 你就说有开发商拿来的东西 越差越多 拿不完 越收越多 那当然了 你的公司越做越大就越差越多了 现在 应收未收的账都五六十亿的 其中有些到期 有些未到期 五六十亿 全部是有问题的 只不过是可能半年一年才给的 有一些要入伙才给的 这些是正常的 我都没给的 五六十亿人员大概有五分之一 即是20%左右 是到期都没收到 那有些都没收到 那又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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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收到 蒸馏水 买两个包就坐在他公司门口 一路等 有些要告诉你 拉横项都试过了 你们呀 是啊 那我也要帮我的伙计 别人要开饭的嘛 因为我们的同事 你知不知道怎样做 你知不知道怎样做 你去到现场 坐在地上拉横项 那就可以了 全世界 你会摆到你开我中介 那我说我要向我的伙计责的嘛 是吧 那我不可以说 由得他收不到算数 我就只是 钱 多与少的问题 这些同事是 有些要来买奶粉的嘛 当然啦 所以我就说你 你带头拉横项 一定是所有传媒报导 接着中央就会留意 接着就叫他给钱的了 你找些人 不懂得找个 阿威威在这儿捱面包 抗议没用的嘛 施永庆坐在地上抗议 你看看有没有人来 好 我测试你的意见 研究一下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通常你会 blacklist这些企业的 就是你不会再跟他卖楼 我很多时候想blacklist他们的 我前陣子 他说施先生 你不要blacklist他啦 你让我做些生意啦 我的同事想做生意嘛 这个就是blacklist 那个blacklist他就做生意机会少了啦 但是我说你做到 没钱收都是假的 他先做了 做了先慢慢追 你没做过追都没得你追啊 哈哈哈 有道理啊 不做又没生意 做又有时白做 好 好 多谢你的真心分享 多谢你老板 杂单的 费地 都费地